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2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1年的WePlay,Gif Major的比赛 那么这个是小组赛,Nikma对战BC双方BO2的第二场 这场比赛这个阵容,哎 拿出了目前零胜率的小松鼠 然后大明星这场比赛拿的是个优鬼 中单马尔斯三号位的鞭壶 GH的凤吧 那要BC这场比赛拿出来的是K1的直升机中单的小鱼 用中单小鱼去打中单的马尔斯 然后呢,这边Slinger拿的是一个5号位的AA 3号位的小小和4号位的海民 BC这个阵容这场比赛拿的仍然是比较的诡异啊 这场比赛这个阵容 那么他们这个阵容是在基本没有团控的一个情况下 然后选择去拿出了一个飞机和AA AA这个英雄在队友没有团控 那么全是以点控甚至都是一些小点控为主的阵容 来说的话,他这场比赛能够配合的英雄估计应该主要是围绕在小小的英雄身上 那小小海民的话也可以 但是呢,配合这个小海民的话可能需要一些技巧 小松鼠一上来呢,也是 出门招是带了一个减甲球,然后吃树,大药,先灵火 中单的小鱼,中单的小鱼,中单小鱼加上一个 中单小鱼加上大哥位的飞机,这个阵容拿出来 零防守能力的一个阵容 游走能力不错 但是呢,反过来说,这个Nigma阵容的游走能力也很出色 他说不能转正吗?转正这个事儿我自己不想去当官方主播 当官方主播会有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一些要求 就像你去人家那打工,你就要遵守人家的规则 我这个人自由散漫惯了,我不愿意去遵守 我不愿意别人给我安排活,所以我就没法去打这个工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今天有四轮比赛 对吧,老干爹打VG有一场 然后呢,这个BC打Nigma有一场 但是呢,我是一个普通的280件小主播 勉强努力能进到这个官方的一个OB 假设我努力了半天能进到官方的OB 那可能给我安排的场次呢 就是第二场Spirit打这个TNC 对吧 然后或者是你比如说他给你安排到 你进了这个官方的OB 然后你比如说你去解说这个DPC联赛 你是排不到S级赛的 你每天只能去解说那些A级联赛的比赛 你觉得 就是作为一个主播 这个你说他能 能很舒服的这个概率可能不是太高 小松鼠这个地方准备偷鸡 Crokey这个位置马上看到小鸡了 他看到小鸡了 看到小鸡了 把小鸡杀了 小鸡这个东西没有拿到 一个大药 哎呀没理由 Crokey这边一个乒乓球弹上来 然后呢自己往回走 被对方小鸡A了两下上路 这个位置要死啊 有鬼这个位置是被对方三个人 上路的一个钢三 直接给击杀掉 那么Crokey的小松鼠 这样比赛不知道打算要去 去干啥 现在不知道 看不出来 看看这一波 这个海绵漂亮 这个平A直接带走 nice 看了这一波这个小小 小小这个位置感觉是有点悬啊 这个乒乓球扔上去以后两个人在追 小小这边回头给上一个山崩一个投掷 把蝙蝠扔走 没有让这个蝙蝠找到机会 A出来最后一个平A 这个操作还是很秀的 这波打下来以后 海明溜的到下路来 现在是三级的小小和二级的一个蝙蝠的对线 飞机目前在上路的发育是全场第一 征路马尔斯跟小鱼的这个对线来看的话 马尔斯也是占了比较大的便宜 当然这个比较大的便宜 有一小部分的功劳是松鼠前期对于对方小鸡的游走 他成功的游走掉了对方的小鸡 诶 这小鱼啥意思啊 这小鱼是不是对自己产生了什么误解啊 这波下路小松鼠被对方给击杀掉了 这个小鱼这波还行吧 没死一个大药磕出来 但是对方马尔斯的血量还是非常健康 这里马尔斯的大药要是被对方伸过来了 一个冰直接给砸掉了 这样比赛我没切捕刀的是吧这个软件 老干爹真不一定打得过尼格马和no ping 老干爹不一定打得过尼格马和no ping 老干爹不一定打得过尼格马和no ping 老干爹之前打 老干爹之前打那个谁的成绩是多少来着我忘了 老干爹打尼格马最后的结果是 1比1吗我还真忘了 我还真忘了 直接去这个位置又被对方的飞机 追上来以后呢 一个平A 两个平A 三个平A 四个平A 还下一下 一个平A 带头OK了 当飞机拿到GH的一个人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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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哥们这届比赛 我觉得有比较大的概率 应该是可以进前四 整体他的实力 我觉得有希望能进前四 当然需要他运气好一些 如果他这个首轮比赛 比如说他首轮比赛 怕遇见老跟爹 或者怕遇见星辰了 那可能就没了 然后他掉到败者组 然后败者组那边 可能又遇见个什么 再遇见个其他的中国队 但是除了VG之外 他遇见其他的中国队 或者说中国队 那两个中国队提前相遇了 然后掉到败者组了 然后又被他撞见了 那他可能就回家了 看海人滚过来以后 想想这块直接是一个大树桩子 甩过来以后把曼根之后带走 看看GH这个位置 感觉GH这个地方又很悬 但是有鬼 这波能够收到一个K1吗 漂亮 这波手术没有让这个凤凰死 保下来了 而且成功的击杀掉这方一个 但明星这个地方肯定是要追死这个AA的 这个位置 无论如何肯定要杀你一下 不过这个被冻嘴和被塔打得好疼啊 诶 这一个捆 漂亮啊 这个捆给的太精髓了 这一波海民就算追上来 好像也不好杀 看看这个位置 凤凰过来想卡位 没有卡到 再飞过来给上一个减速 好 可以反杀了 可以反杀了 这个时候可以反杀了 诶 又鬼别着急 上早了又一点 不过还好 对方的这个海民技能放歪了 这个技能没有放好 对方白给了一波 那么这样的话 马尔斯在中路继续去欺负这方小鱼 谢谢文哲大佬的五刀打赏 谢谢老板 现实跟理想哪个更重要 哪个重要人生的永恒话题 诸大叔能够理想的生活 谢谢文哲大佬的这个祝福啊 尽力好吧 已经尽力 VP这个战队不是太怕 不是 你干嘛不是太怕VP 这边单杀了 你干嘛这个战队 在历史战阶上打VP 好像我记得成绩都还不错 这边 直播服务器里边卡了 我重点一下看一下 好 米尔克这边在后边是先杀到了一个K1的 然后小鱼这里是被幽鬼和小松鼠在追 幽鬼没传过来 没传过来的话小松鼠在这个地方 看看另外一侧 又是击杀到对方一个海民 然后小鱼这个地方想要去拼掉这一事 没有成功被反杀了 nice 这波是让尼克马在塔下完成了一波完美团 咱们录播的观众稍等一下啊 我这个直播间这边是卡了 我那里边卡了 我看一下什么情况 下路这边迈你车又是被对方有走过来一圈 然后呢 但是第一波控制已经交过了 放过飞一圈给上对方一个减速 再烧一手 蝙蝠反杀掉对方的小小 漂亮 再往前追再烧死一个海民 哎呦你敢把这张比赛秀起来呢 突然间就 突然间就秀了起来 油管里边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 国外的这个直播间里边停了 我知道油管里边还断着呢 油管里边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问题 我看一下去 Radiant'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 Radiant's Middle Tower could use some help Radiant's Middle Tower has fallen 从这个位置直接冲点变弹 马尔斯开大掩护 然后海民是变成雪球 这个雪球滚早了 这个雪球滚早了 他这个雪球提前放出来以后 直接撞到对方的英雄以后呢 是正好赶上凤凰变弹砸出来 这一下给砸死了 砸中以后 这一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感觉这个场上的局势 就稍微有点不太舒服了 对于他们来说 油管里边我知道崩了 但是油管里边我现在连不回去 油管里边现在连不回去 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里边Miracle的马尔斯被对方追死以后 这个马尔斯没被这个马尔斯这边成功逃过来 但是身上重力VA的大 看看后续的结算伤害能不能凑够 好像还是不够 马尔斯里边活下来了 从经济上来看的话 尼克曼现在已经是在场上占预了 我的一个绝对的优势 现在双方的一个团队经济差6000怪 刚才这一波打完了以后 现在马尔斯身上的装备是相位鞋 然后准备直接去出跳刀 其实打了13分钟还没有做出来跳刀的话 马尔斯这个经济并不算特别好 打了13分钟还没有做出跳刀的 这边凤凰的这个弹 凤凰的这个弹 凤凰的这个弹 没打仇 但是小松手 小松手G也空了 不过好在这个边 蝙蝠一直追着给平A 最后是成功的 A死了对方的一个小鱼 这波小鱼被击杀了以后呢 BC的这波开悟 感觉好像又是 有一点无功而返的意思 没有找到人 他们是绕到了对方优势路的 对方的这个烈士路也缺 起方优势路这一侧过去的 没有找到人 结果上路小鱼还被A打死了 雾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 这个时候海明应该别再露头了吧 地图上看不到对方的人 从进攻视野来看 他们目前的进攻视野 是在对方上路的这个高台上 有一个人 看看大明星 这边往前走一下 给上对方一个技能以后 还真猛啊 这个优鬼就这么硬上吗 上着自己身上有一个刃甲 冲上去打了一波以后 对方这个吃没有 这一个大招框了四个 一个装装了三个 让对方直接定在里边 根本出不去 小小VT2连秒掉有鬼 但是自己里边感觉是要被杀光了的意思了 这边还磕了一个大药 我们看着小小好像 蝙蝠追死了这手的小 对蝙蝠追死的小鱼吧 小熊鼠拿到了这个小鱼的人头 那这波打完了以后 是完成了一波优鬼的一换五 优鬼这波虽然被击杀了 但是他打了2500多的输出 最高的是马尔斯打了2690 马尔斯这一个 刀下来确实是有点厉害呀 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这边Crokey的小松鼠 在抓到对方的一个反听以后 直接一个狙死 然后蝙蝠追过来 一个平A 死 凤凰他后排变弹 掩护不让对方找机会反打 这波打下来以后 Miracle的马尔斯在有个跳刀以后的 这个带节奏应该是有比刚才要舒服的多 Radiant's top tower has looked better 这个地方看看小松鼠 是被对方先手抓到 抓到有没有打一方爆发 蝙蝠 现在身上没有多少蓝 马尔斯大招只框到了一个飞机 但是无所在先把这方的大胭卫带走 这里再过来追一条海民 海民这里还差一点点血 对商量好高啊 刚才真的是好高啊 这一波 再给两个平A可以拿到这个人头 选择是等了一个端 马尔斯这边就是等了一个端 然后一下直接带走对方 这波Miracle 队友给他让人头以后 也是选择打赏了一波 这些队友表示感谢 确实已经很久没有见到 队友给他让人头的这个情况了 油管那边我没法重连 我软件这边就我的直播软件 现在这块没法 就是它显示它是断开连接断不开 断不开我就没法重连 然后呢 我要是想重连 现在唯一的办法是 把直播软件关了重开一次 马尔斯一个长包盯上来 又是定住了对方的飞机 然后小松鼠这里捆一下 飞机 这个也是独立在输出小松鼠一个G直接带走 我那么感觉尼克曼已经开始调戏BC了呀 已经开始在不是已经不是在这个用实力在硬打了 而是完全就是在娱乐了 这边小松鼠又是中一颗树 然后直接滚 滚完了以后又滚上来把小小带走 到这波被秒了以后目前双方的一个团队经济差17分钟的时候已经拉开到了11000 那么尼克曼2比0BC的话 其实会让这个比赛变得更加简单一些 就是说尼克曼锁定一个胜者组席位 而BC则锁定一个倒数第一的成绩被淘汰 而且他们这个倒数第一已经不可能发生变化了 到目前为止他们只赢过三场比赛 这里海民的鬼是选择滚了马尔斯 这样的话大宝剑直接带走海民 再往前走的话已经没有力量打墙了 BC这场比赛为自己这个蛇皮阵容付出代价了 飞机给上一个大招 凤凰直接选择倒点变弹 马尔斯给上一个大招 只有小鱼一个人在打这个凤凰弹的话打不掉 然后转身又是被克曼锁定一个狙死 然后克曼锁定一场比赛给打CS 这已经不是在打刀子了 给打CS 不过在推着这边看其实也有一个好处啊 也有一个好处就是 推着这边的清晰度 我估计如果没来过这边 一直在油管看的朋友的话 应该很喜欢推着这边的清晰度 这边清晰度是这么高 然后这边VTR连打一波 直接把这个野怪无情击杀 实在是不知道该打谁了 努力的用自己的VTR连去欺负一样野怪 这张比赛BC的这个阵容稍微有点蛇 主要的中单小鱼这个点没有啥意思 这张比赛BC的这张比赛 这张比赛BC的这张比赛 你们要玩游戏吗? 游鬼来了以后,直接完成了对对方的击杀,然后再传走,再往前传了一下,接着追对方的这个海民,下一个游鬼之刃的CD应该马上转好,直接游鬼之刃点出去,打到这个海民身上以后,海民变血球,拖一点时间,看看这一波打出来,然后这个G没有中啊,有点可惜,OK,这波G没中,但是这个G没中好像是被蝙蝠给炸飞了,看看蝙蝠这个地方没有跟上来,小松鼠利用自己的树捆了一手,不过自己这个感觉很危险, 马尔斯遮也能揪得下来,GirlKey这个,GirlKey这波图杀呀,图杀呀,队友都把你救下来了,然后自己义无反顾地冲下了远古眼,结果被对方小小一个投射给带走,这样了,对方还剩最后一个小小,把这个小小给他留住,马尔斯一个端,一个长毛,钉到树上,游鬼这边杀,给上一波输出,黑街选择是TB落地以后,放了大招,给上技能,但是蝙蝠居然开出来了BKB,完全没有输出能打到这个蝙蝠身上,海民滚一下,游鬼要转出, 游鬼之刃往前追,马尔斯又是一个长毛,把K1推出来,蝙蝠也开始给蝶油,然后游鬼接着追着A,K1你可以选择开启BKB, 但是迷后,跳到他脸上以后,拿自己的三技能,确定用自己的脸朝着对手,然后一直在卡位,拿马尔斯硬生生是玩出了王者荣耀里边的顿山的感觉,真的,王者荣耀里边的顿山就是这么玩的,把对面扔到后边的,然后转身,举盾,把对面推在这个地方,不让走, 老家伙,这一看这就是老王者荣耀了,这个,太专业了 凤凰甚至已经是,毛出来了一个,刷漆,小小这边,跳刀VT二连,加上连击刀,两个连,加扔树三连,直接是秒了一个,凤凰这边已经疯了,他作为一个酱油味,已经开始对对方的大哥搞单杀了 他们的经验差有多少,经验差现在是2万,2万多的经验差,问题是这是22分钟的比赛,22分钟比赛差2万经验,这就已经有点没法上了 他这里小小给上一个山崩,加头这,VT二连打了一套以后,但是伤害远远不够啊,马尔斯这个也是,没事就拿盾看着你,取着盾看着你 不当人了,你干嘛,彻底不当人了 不过讲道理,你干嘛这个状态,如果按照他,让他们以这个状态继续打比赛打一次的话 这届比赛他们的成绩预期可能就不止是前四了 他们这届比赛有可能奔着冠军去了这架势 而且现在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如果Nigma就是延续他们现有的这个打法思路和丰富的英雄池 然后比赛的大版本如果不出现特别大的调整,就是在TI之前如果不出现太大的调整的话 Nigma的这个状态如果能保持到TI,他们是有可能可以夺冠的 因为Nigma他们现在还在一个上升期 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 可怕的不是说一个队伍他强,强不可怕 他越来越强才可怕 Nigma在从换了大明星以后到现在为止 他们的比赛成绩和比赛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状态一直是在上升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下滑的趋势,甚至在英雄池上面也是越来越丰富 这边破雾以后看到了对手 马尔斯这边 对方有BKP应该不会着急放大 选择是让凤凰先开弹 然后马尔斯再跳过来给大保护弹 先带着对方的小小 然后凤凰的弹呢是留住了对方的飞机 飞机这边也是被蝙蝠直接是拉住没让走 这边是开了一个大招拉住BKP的飞机不让走 这边海民,哇海民杀疯了 海民这时候杀疯了 海民在局势极度被极度这个危险的时候是依靠一波双杀稳定了军心 最后别人靠一个端直接带走 优鬼呢则是因为支援不回去了 所以只好在正面搞一些这个拆塔的事情 大叔不是期待查跟尼格玛达吗 我还真挺期待的说实话 这届比赛到现在为止我还真挺期待的 我期待的,其实最期待的是什么呀 我最期待的是Alanse和查打 两个A队互打,这是我这届比赛最期待的 因为这两支队伍都是本届比赛的这个冠军 就是地区预选赛的冠军 这里一个捆,捆住,然后蝙蝠上来开火 但是蝙蝠这时候没有大 K1这时候直接把BKP开了 小宗主的GG出去以后这个伤害还是没错够啊 已经是有A仗了这个小宗主 他说能看一下KDA吗?好的 我去把这个KDA切一下 我回头得跟大根这个建议一下看看 能不能给加个快捷键 能不能给加个快捷键出来 小小,哎哟小小已经跳上来的动作 被Madison之后的神级反应直接看见了 一个回旋标扔上去以后 就说小小肯定要被秒 凤凰直接冲脸变淡 蝙蝠把对方的飞机给拉回来 拉回来以后飞机里边直接被秒 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GG了 芭尔斯甚至都还没有来得及表现 这个团战已经结束了 这些小松鼠一个GG没有GG到 跳过来拿一个DONG 又拿了一波双杀变态杀戮 这场比赛显示出来的这个实力差实在是太大了 好,那么这样的话BC结束 BC打球之列结束了比赛 那么这样的话 尼克马选择了在最后 还利用马尔斯的大招入了一波拳 好吧,那么这场比赛结束 最终的结果呢 是尼克马2比0战胜了对手 那么也就是说 本届比赛尼克马将会和VG 两支 和这个老干爹两支战队 晋级到圣者组 那么他们将会在后天的比赛 开始打淘汰赛 然后呢明天没有比赛 明天是官方的给了一天休息时间 所以大家明天可以安排一些自己的事情 然后后天咱们来看一看淘汰赛这些战队的表现 从这些比赛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这个排名的话 那么在淘汰赛里边 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去期待一下的 因为老干爹和尼克马两支战队 在比赛的表现上面 虽然他们是小组赛的队伍 不是投名的 不是地区比赛的投名 但是这两支战队的这个实力和状态 给咱们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 好了,那么今天的比赛录制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三大大叔,感谢各位观众大佬的收看和支持 咱们后天的淘汰再见